欢迎收看这期的GD休斯顿方拼 今天我们来看的这套房子 位于休斯顿MD Anderson医学中心的附近 这个地方医学中心大概的距离 也就是三个mile左右 差不多就十分钟就到了 但是这个地方为什么才七十多万 不是很贵呢 就是因为这个地方并不是MD Anderson的中心的位置 而MD Anderson医学中心非常中心的那些比较好的一个社区呢 它的均价基本上在一百七十万左右了 那那些房子就是几千万的也有 几百万的很正常 一百万出头的算便宜的 就是那种状况 因为那个附近又是莱斯大学 又是MD Anderson医学中心 又是博物馆区 所以那个附近就占据了天使地利人和的各种各样的特点 而我们今天看的这个呢 就是走出来一部分的一个区域了 这个区域我之所以推荐 就是因为我对它以后的潜景还是蛮看好的 因为这个区域附近的很多房子都是五几年的 那你也知道就是说 美国是没有拆迁的 所以像五几年的这些房子 陆陆续续的会被很多的有钱人 或者是有很多小型建商来收购 收购了之后那就推导重新改新的 我们今天看到这道房子就这么来的 所以呢这些房子的价位并不是非常贵 也是七十几万美金左右 但是对于它以后的预期会非常好 因为陆陆续续的所有的地方都搬建好了之后 这个地方的价位一定会水上船高的 因为附近是这个赖西大学 然后又是MDN的森医学中心 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医学中心附近的房子 这附近的人的这个素质 还有收质品都是非常高的 因为MDN的森医学中心 是全球非常牛的医学中心 现在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房子 如果您对搜索地产感兴趣 欢迎在我微信关注微博联系我 我是J 我们现在看房子了 今天我们看到这套房子 是一套位于医学中心附近的一套新房子 这个房子在医学中心610高速公路的外面 这个医学中心最贵的地方 是610高速公路里面那一块 所以它并不是医学中心附近最贵的那一部分 这就是一进门的感觉 完全是一个现代风的一个感觉 也是做的比较简约的 然后它分了左手边和右手边 我们先从右手边开始看 往右手边走呢 就是一个Dining room 一个主餐厅 这个主餐厅 这个位置还是蛮大的 这样子的 然后主餐厅往这边看过来 就是客厅了 我们一会儿再来客厅 我们先去另外一面看看 我们现在回到了门口 右手边呢 左手边呢 就是一个洗手间 客人用的卫生间 然后这就是一个书房 为什么我特殊的过来要拍一下书房 就是因为你看书房所有的这个橱柜 它都做了镶嵌式的 这些全都是新的 橱柜是不会带走的 但是这些家具和装饰品 交房的时候是会带走的 然后包括客人用洗手间的上面也做了橱柜 这对于很多新房来讲 算是一个比较好的一点 因为好多的新房都是不做这些橱柜的 然后所有的房子的门都是这样的八尺高门 然后呢 再往里走 这边就是主卧 然后这边就是客厅 整体的感觉都是这样的现代风 然后这个房子是没有壁炉的 但是有推拉门 整体的设计感都是比较现代的一个感觉 然后厨房 医学中心附近的房子的房龄都是非常大的 所以这个房子周围的所有的房子的房龄 基本上都是五几年四几年 这并不是医学中心 就是最贵的地方 医学中心最贵的地方是赖斯大学 医学中心和荷曼医院交叉的这个地方是最贵的 那这个地方呢 其实离医学中心就十分钟 但是这个附近确实就便宜很多了 只有这房子只有七十几万 就有这么好的设计感 比较高端的一种台面 还有citchen aid所有的厨具 这些都是很不错的一个设计 包括这些橱棍 但橱棍并不是石木了 就这样子一个感觉 所有的您现在看到的 比如说酒柜 比如说烤箱 然后还有这个抽烟机 这些都是留下的 但是这个房子里边并没有冰箱 好 现在我们去一楼的主卧看看 这个房子附近所有的那种小房子 八几年的那种一层的房子的卖价 就在三十六万左右 所以像这样的一个新的房子 现在报价是七十几万的 报价确实不是很高 因为它完全是新盖的一套 3200尺 主卧的面积也很大 主卧的洗手间也是 非常符合现在的一种感觉的 还有主卧洗手间上面有窗户 然后大理石台面 简约风的浴缸 其实说实话 这个主卧洗手间的设计稍微小一点 因为整体的房子的面积只有三千二百尺 但是这个淋浴间真的非常大 整个大淋浴间还是很爽的 然后细节之处就在于衣帽间也是做了很多的柜子 格子和柜子做的都挺细致的 因为在医学中心附近的房子 本身的价格就会高一些 再加上这边的一般的这个买家 也都是医学中心附近上班的医生和跟医学有关的工作人员 所以其实医学中心附近的房子的消费水平还是很高的 我们今天看的这套房子的这一带呢 都是陆陆续续要被收 然后被翻建的一些房子 待会我们会看一下邻居的一个感觉 现在就上楼了 上楼左手边有一个房间 这就是楼上的一个卧室 这个卧室呢是带洗手间的 也是两个卧室公用一个洗手间 我们看看楼上的洗手间 就是这样的感觉 楼上的洗手间还是很宽敞的 一般现在新建的不是这种单独设计的房子的话 建商给的这些洗手间会比这个小很多 这是另外一个卧室 你看这块 这块是 这个地方就有点 用了一个边角 所以这边有点怪 其实 这样进来的 好 我们再从这边看看 从二楼上来之后 从这儿这样进来 然后到这个房间 就这样的感觉 稍微有一点点怪 就也还好 然后呢 我们现在去另外一边了 这是楼上的第三个卧室 好 你差不多 行了 我纵了 这边第三个卧室是带着洗手间的 然后洗手间也带窗户 洗手间带窗户这一点其实还是很重要的 但是你看它这个地方吧就很尴尬 就你在这儿要上厕所的时候 然后门口有一个这么大的窗户 然后你就 你就必须把窗户拉下来 然后或者是 这个主人想洗澡的话 然后它这个窗户就这么大 然后这边有一个淋浴间 就这个也挺怪的 其实 就这个地方的窗户吧 就必须盖住 然后呢 在另外一面呢 就是这个房 这个楼上的第四个房间 但是这个房间其实 它的本意应该不是用作卧室的 但是这个房间很明亮 你看这边有一个窗户 咦 这边还有窗户 所以整个房间是特别明亮 你要说它这楼上的主卧也行 你要说 这就是一个game room也可以 因为它这又做了一个柜子 这个柜子就是放酒棍什么的 很明显 把这边做成了当成一个放映厅或game room来看的 那从这边出来呢 就又到了二楼的这个公共区域了 刚才我们就是从这个门进去的 好 现在我们再去看一下这个房子 很漂亮的客厅 还是要强调一下 这个房子是在休斯顿的MD Anderson医学中心的这个位置的 但是它并不是在医学中心最中心的位置 因为这个房子在医学中心稍微没有那么贵的那个区域 因为医学中心最贵的那个区域呢 它的报价基本上就是在170万以上了 那现在我们看到这房子只有它的零头 只有70几万的报价 当然了 这个附近的房子也有很多没有翻新好 医学中心贵的那一部分的房子呢 基本上所有的房子都是刚翻建好的豪宅 但是这附近就有很多的房子 都是八几年 五几年 四几年的老房子 刚刚开始有人从这边收房子 然后翻新进行买卖 这就是整个这样的一个感觉 整体的感觉就是很 很现代风的一个感觉 好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房子周边是什么样子的吧 这个房子呢是位于一环610 这就是休顿的一环的旁边 就在现在我小抓手的这个位置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整个休顿的一环的一个状况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部分呢 就是博物馆区 博物馆区下面你看写着medical center 就是休顿的医学中心 整个这一大片都是 医学中心的旁边一直都是各种各样的住宅 但是有的住宅的价格是比较贵的 那比如说现在像显示的这些 基本上都是二三百万起跳的一些住宅 那在这个位置 就二三百万下面的这些位置 其实也都是几百万的 基本上就是一二百万二三百万比较正常 然后慢慢的离 这个610高速公路越来越近的话 你看这边就会出现一些 就稍微便宜点的 比如说六十几万七十几万 但是你看点开六十几万都是这种很旧的 基本上是五几年或四几年的房子 那一般情况下只要是稍微新一点的 比如说你看这种 一看外观就知道比较新 像这种就是完全是新房子 就基本上就是在一百万左右了 至少这样的一个这种感觉 而且呢 你看这条河了吗 这条Bellu就基本上就是贯穿了市中心 所以经常我们说修动市中心被淹了 也基本上就是这一条河的附近 那就是避淹水区 好我们现在再往里看 我们现在呢 再继续看我们刚才介绍的这套房子 这套七十几万的这套房子 就是在避淹水区的旁边 就是在这个位置 避淹水区的房子呢 全都是要价高的 基本上价高一个台间的费用 基本上就是在十几万美金左右 所以说 价高台间是比较贵 你看像现在这个房子 你看它有一个台间 在这边上去吧 这一块就是完全被价高的 它做了一个车库 但整个房子被抬高了 你看这些房子也全部被抬高了 就是因为 这个610里面的这些房子 如果不被抬高的话 这一部分都是淹水区 可是恰好就在610高速公路的 往外走的这一个部分呢 就完全没有淹水的风险 也从来都不在淹水区了 所以现在渐渐呢 有很多人在这一片 买这些房子和地 来进行推导翻改 你看现在显示的四十几万的这种 这种呢 基本上就是 Oh my god Sorry 四十几万这种基本上就是没有翻新的 就是一个完全很原始的状态的 它的价格就便宜一些 像这种你看四十几万都是这种五几年的房子 那像十几万的这个 这一套完全就是房子已经快要倒了 基本上就是为了买一只块地 就十八万九的 然后我们今天看到这一套呢 就是这一套这一套就是七十四万九完全是新建的 这样一个感觉 对 对 可以 充满意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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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